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百字在行政大楼 还有未来的这个产业 行政中心他们会不够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 这些愿意来帮我们的 这些大师来做 把他们的作品留下来以后 我们会呈现将来 就会有一些更好的 这个来参观也好 或者是认识原住民的文化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企团 木雕艺术奖 今年再度邀请十位原住民 木雕艺术家及木雕好手 利用由林武吉花林林馆处 所提供的台湾珍贵林木 红筷木进行创作 是这些木头 都是山上漂流下来 或者是一些 让肯大法的一些章木 因为放在 我们保管很久了 确实这个工所有这个需要 我们就是跟工所 这边做一个合作 然后让这些木头 有另外一个生命 可以做一个活化 红筷的块木它一个比较特性 就是说它里面都有洞 有的有洞有的没有洞 就是这样子 因为就是真怕说 在里面有洞的话 我们选一个一个体材的时候 万一有洞怎么办 我们就尽量想办法 把那个洞去移造扁的地方 这样子 去靠自己了啦 靠自己的功力 也没有到达那个所要的目的 创作营将从本月22号期 至28号直展开为期一周 其间艺术家们 需完成一件木雕作品 并以本月30号 在一路港部落环境交易设施场所 公开作品展览及颁奖典礼 原则新闻 发布了花铃周期采访报道